都没有看到小朋友的伤势是如何呢 一岁男童凯凯遭保姆凌虐致死 负责访试的儿福联盟 诚信女社工遭上犒 如今北剑正式贞结 依故是致死 未遭文书罪起诉 也将台大社工女神的离谱恶行 通通揭露 被告犯后态度不佳 毫无悔意 渐请从众量刑 回顾112年9月起 凯凯身上出现大片淤青 报受秃头掉牙 社工却完全没通报 也没增加访试频率 甚至帮忙对家属辩解 说保姆很有爱 欲亲是自己壮盗 销售是食欲不佳 直到凯凯送医生亡当天 社工竟还向医生谎称 主要照顾者是外婆 凯凯是义乃至死 更夸张的 社工根本没按时制作儿蒙记录 后来更跟儿蒙的理性 即将性督导 成立一个天使群组 讨论如何增补修改记录 掩饰犯行 更要求外婆让自己充当 司法调查窗口 借此封口 检方痛批干扰办案 检方查出三次访试 社工都会预告 让保姆能提前隐匿 虐同事实 检方认定成姓女社工 有13项严重疏失 对比案发后 而扶90度鞠躬 力挺自驾社工 措权推给保姆实在讽刺 你怎么会说成姓社工 高学历 他不会干可恶的事情 政府联盟真的是非常的可恶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检讨的态度 对此儿梦回应 内部群组警卫厘清案件 绝无包庇非法行为 究竟有没有修改记录 检警继续追查中 要还给受害家属一个公道 解中又此番亚乔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